第十二集 山居秋名 唐代 王维 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坚照 清泉时尚流 竹轩归换女 连动下渔舟 随意冲方些 王松自可流 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坚照 清泉时尚流 竹轩归换女 连动下渔舟 随意冲方些 王松自可流 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坚照 清泉时尚流 竹轩归换女 连动下渔舟 随意冲方些 王松自可流 山居秋名 注视 明 日落 天色降晚 空山 空旷 空寂的山野 新 刚刚 清泉时尚流 写的正是雨后的景色 竹轩 竹林中笑语喧哗 喧 喧哗 这里指竹叶发出沙沙声响 患女 洗衣服的姑娘 患 洗涤衣物 随意 任平 冲方 春天的花草 歇 消散 消失 王松 原指贵族子弟 后来也泛指隐居的人 刘 居 山居秋名 易文 新雨过后 山谷里空旷清新 初秋傍晚的天气特别凉爽 明月映照着幽静的松林间 清澈浅潜水在山石上 踪踪堂流 竹林中少女喧哗洗衣归来 连夜清摇是上游荡下清舟 春天的美景虽然已经消歇 眼前的秋景足以令人留恋 山居秋名 赏兮 这首诗为《山水名篇》 对山水描写之中 寄托着诗人高洁的情怀 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 首帘是写雨后山中秋景 由于这里人迹罕至 自然不知山中有人来了 空山两字 点出此外有如世外桃源 山雨初季 万物为之一新 又是初秋的傍晚 空气之清新 景色之美妙 可以想见 寒帘天色已明 却又浩月当空 群芳已现 却又轻松如干 山泉轻烈 踪踪流泻于山石之上 犹如一条洁白无瑕的宿脸 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多么幽青明镜的自然美啊 王维的既上四贤勇 曾经赞叹两位贤士的高尚情操 为其 悉音无恶目 饮水必清源 诗人自己也是这种心智高洁的人 这月下轻松和时尚清泉 不正是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吗 这两句写井如画 随意洒脱 毫不着力 静连中诗人先写 竹轩 再写连栋 因为幻女隐在竹林之中 渔州被连夜遮蔽 起初未见 等到听到竹林轩声 看到连夜封批 才发现幻女 连州 这样写 更富有真情实感 更富有诗意 写到竹林里传来一阵阵的歌声笑语 那是一些天真无邪的姑娘们 洗霸衣服 笑逐着归来了 平亭玉立的荷叶 风风向两旁披风 掀翻了无数珍珠般金银的水珠 那是顺流而下的渔州 滑坡了荷塘月色的宁静 在这轻松明月之下 在这翠竹青莲之中 生活着这样一群 无忧无虑 勤劳善良的人们 这和谐美好的生活图景 反映了诗人希望过闲事无忧无虑的生活的向往 同时也从反面衬托出他对黑暗官场的厌恶 这两句写得很有技巧 而用笔不露痕迹 使人不觉其巧 伪廉则是诗人有感而发 虽然冲光已逝 但秋景更佳 愿意留下来 其喜归自然 寂情山水 崇尚田径淡泊的田园生活 不愿同流合物的感受 厌恶幻海之情 异于言表 诗的中间两莲同是写景 而各有侧重 寒莲侧重写物 以物方而明至结 静莲侧重写人 以人和而望正通 同时二者又互为补充 泉水 轻松 翠竹 清廉 可以说都是诗人勾上情操的写照 都是诗人理想境界的环境哄托 这首诗以自然美来表现诗人的人格美 和一种理想中的社会之美 表面看来 这首诗只是用负的方法 磨山泛水 对景物做细致感人的刻画 实际上通篇都是笔心 诗人通过对山水的描绘 济凯研制 寒韵丰富 耐人雄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